包括剛才歐先生所說的,很多香港人可能不明白,或者無緣無故辭職,然後要補選,浪費公帑,好像《今日信報》提及社評題那些,有什麼目的,有什麼作用 其實代表香港很多人,特別是知識界,所謂知識分子,他們那種蒙昧無知,膚淺,所以通過這個五舉公投運動,可以有一個教育的作用 令大家慢慢去明白,民主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很多範圍都很闊,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希望通過這個運動,特別是對年輕人,至少令他們關心社會,關心政治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收入 香港很多學者和報紙的主編,連政治ABC都不懂 譬如很簡單,我們早前的高鐵撥款,用那個動議或提議 拉布,哇,說得好像十惡不赦那樣,拉布在議會政治是一個慣常史 是一個常識來的,基本方法來的 他議事規則是給你,有些其他不同的聲音可以通過這種方式 或者對政府的監察,對執政政黨的制衡 你這個五區總辭構成一個選舉 在外國來說,如果你整個議會可以解散的 透過投不信任票也好,透過自己的執政黨解散也好 你透過重新選舉,取得人民的授權 這個是整個普通民主的ABC的常識 譬如這次社民連五區總辭,總辭透過公投 某個程度上就等同外國很多的議會 透過解散的議會進行重選,是拿人民的重新授權 這個是正常不過的事,不要說我們現在已經選了一年多了 有些議會,特別你這個意大利,很多這個多數黨的議會 很多時候幾個月就已經解散重選了 重選當你那個政治組合,特別那個執政黨 在那個操控國會方面,不得到一個絕對多數票的時候 是經常出現的,你香港又沒有執政黨 所以你這些社民連用這個手段、方法去製造選舉 拿人民的授權關於這個政改 是一個普通和正常不過的小事情來的 現在說到好像犯了彌天大罪 香港的社會是很反治的,老實說真的 所以通過這個五區公投運動 可以令到這個反治的社會有明顯的改善 我都覺得已經是功德無量的 那些政治學者又不出來說幾句話,好像是恐怖的 政治學者,不是數來數去那幾個經常說話 他覺得是政治學者,早就叫他民軍 葉建民、陳建民、呂大樂社會學者 這些學者基本上就跟那個時代已經開始有點脫節了 不可以是時代,連基本政治常識都不懂 不可以這麼說 剛才我說的議會的程序 他們這集每個人都認識 譬如說你呂大樂寫了一篇 罵人包圍立法會 然後葉蔭聰就寫一篇會經他 大家又可以做一個比較 優劣立判 其實呂大樂也是一個很出名的社會學者 但為何到現在會變成這麼保守呢 所以我們不想去查究 基本上沒有意思 好,聽聽黃先生的電話 黃先生,到你了 喂 到你了,黃先生 是呀,到我了 是呀,到你了 是,到你了 是,中文好 是 老爸說 是,說吧 是 你說吧 我想說自由黨 是 即是他說 你們那些理念呀,口號呀 就 就不參選 是嗎 是不是這麼好 像小孩一樣呢 即是人家 即是你說 你下次再選舉的時候 我如果說五居公斗 五居公斗,全民解放 即是 不是五居公斗 即是下次再選舉的時候 即是人家那個口念呀 理念呀,不同的時候 又不參加啦,又不參選啦 aç 是 不是,下次還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子 那便不算 開 region 這個黨完 entirely 基本上是 header 還有少許功能 reduz Fish,留給一兩個位 下一屆都可能會被人辭職 如果不是這樣說,連三個功能組別都沒有 那三個功能組別都可能沒有 都可能沒有 都兩體而已 沒有啦,很多財團對自由黨都開始生水喉 這件事沒什麼所謂 為什麼呢? 只是一個田少都可以看起黨 那你已經沒有什麼作用 以前有十幾個議員的談判籌碼強 現在三個政府都開始不理會 現在旅法局的主席位就快沒有了 好,我們聽聽Edward的電話 電話因為長途,所以會有少許延遲 所以我們說話就會慢一點 譬如說完之後,另外要接的時候 就要停一點時間,三幾秒才可以說 否則大家都回答聲聽不到 Edward! 你好 是 喂 喂 喂 你說吧 喂 這班中極普選大聯盟 這班人真是很賤 為什麼呢 他們現在出來抽你們的水 嗯 何俊仁當時他們說 一開始就說不支持你們 身處這個五區公投 那現在呢,你叫他們給你一個意見 你們有什麼另類方案 他又不給,又寫這些垃圾出來 現在在這個時間,突然間和一班泛民主派的人 搞過什麼 好選中的大聯盟 實質上就是要搶你們的位置 真的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任他所說 就是 就是 好像華叔那樣要拿回主動權 但是 你們是激進派,他們就是溫和了 第二天好像說 北京都可以談過 他們就沒得談過 那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 如果他談到,就讓他談 就是 Ever在北美打過來 我們上次去美國的時候 他也特意開車來紐約幾個小時 跟我們見面,也支持我們 上次長毛去紐約的時候 他也特意開車來見長毛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忠實的支持者 勇等 他最令我感動的就是 他一看到我就拿了我所有的書 新舊的書 拿出來一次過十本八本 叫你簽了什麼 連那些我都沒有的書都有 所以 所以我們真的 有時候見到這些朋友 我們真的很感動 覺得自己做的事情 雖然有時候比較辛苦 但是也值得 拜拜 拜拜